并没有什么好处 它没有好处是因为和公众的观点相反 其实它并不能够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 它并不能够刺激美国的经济 这个理由很简单 如果中国人民币升值10%到28% 从中国进口来的产品的价 成本就会上升 那么这些产品它也许还继续在中国生产 但或者也可以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生产 不管怎么样 这些产品的成本就会上升 那么美国的消费者他就要付更多的钱 这些商品是不可能在美国生产的 所以我们所做的 其实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讲 他们要付的价格要更多 而且会放缓目前的这种对于经济的刺激 不能够放缓对于美国经济的扩展 同时对于中国来讲 如果是这样突然的对人民币进行增值的话 它其实会造成生产的这种断节 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会放缓 而且会让中国人可能因为有这种不确定性 他也不愿意过多的这种消费 那他也会降低从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的进口 所以这里的现实就是 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汇率 如果是大幅度多上升 对于美国来讲 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现在这里的问题 美国如果要求要中国这样做的话 他最好是希望不会真的发生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听众观众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 下面请湖南的王先生参与节目的讨论 王先生您好 您好 我认为王先生刚才讲的这个能力 我还是比较赞成的 因为货币的这个上下浮动 它是投机的这个比较难以接应 因为只有一个预期能够执涨的这个货币呢 像过去就容易持有它来 并且以后来捐取美元或者外汇的这个差价 考虑中国这个房产市场 可能也是类似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的房产市暴涨之下呢 它是对于这个房产 未来还有一个上涨的这个预期 所以人们就敢在这里面 用谁那个钱来进行投资房地产 所以房地产去现在执涨不得 最近的房地产的下跌是一部分投资的 投资客人就可能有点望而却步了 但是人民币的如果是向下贬值 也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实际上呢 这个悄悄改正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美国啊 它对中国的这个进口啊 如果是贬值以后 它就是可能更加快要扩大 这样子中美的贸易这个不平衡 可能还会严重化 我不知道黄先生对此有何 谢谢 好的 谢谢湖南的王先生 您的回复 人们投资就是要赚钱 所以投资 比如说投资于中国的股市 股市呢 是这个波动很大 他们投资于房地产 也是房地产呢 也是上下波动 那有些人 尤其是国际的这些投资 投机商 他们投资于这个货币 就是汇率 那么他这么做的时候呢 他其实要看哪些地区 哪些国家 他能够很快地得到高幅度的回报 而且是很安全的投资 也就是说 他如果能够赚5% 6% 7%的钱 那短期的这种利润 通过把这比如说美元或者是欧元 变成转换成人民币 然后在五六个月里面呢 再把它换回来 因为全球的这个利率来讲 还是很低 所以他们如果能那样赚钱的 通过汇率赚钱 他当然要赚 那过去呢 中国的这个汇率呢 人民会猜 他可能会升5%到6% 把钱换成人民币 然后六个月里面呢 再换回 然后肯定能够赚5%到6 那么这就是投机 那么中国呢 一定要打破这一个 这个观念 他要让人知道 你要买人民币 在三个月六个月之后呢 不见得肯定能赚5%到6 那为什么股市或者是房市 在中国是这么的波动 幅度这么大呢 这么波动 一部分的原因呢 就是中国的投资者 甚至是家庭还有公司呢 他们没有足够的这种 另选的方案来投资 之所以一部分的原因 他们不能够 很容易的到海外去投资 有些人已经逐渐的开始了 可是他们比如说 不能在这美国或上海 或者武汉或成都来买房地产 他们应该更多的想一想 比如说在应该在欧洲买 在美国买 或者在拉丁美洲买房地产 因为那个里面呢 这个可能他的回报 比在中国买要更高一些 但是呢 他们这样做不容易 那他 我觉得中国的投资者 应该不应该光是投资 于中国的房地产 而应该更考虑一下 买其他地方的国外的房地产 那么还有呢 就是买公司也是一样 不要光买中国的公司 要买海外的公司 现在政府可以这么做 但是民营企业 私人部门呢 一般的个人呢 应该也有这个选择 如果有这样发生的话呢 那么你就发现在中国的股市啊 或者是房地产呢 它的这次波动呢 就会要缓和的多 另外你会发现 对于货币的这些投机呢 也会像这样 我觉得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这就叫灵活性 你的灵活度更高 那么你们的 你们的汇率呢 可以更上下的浮动 你越多的灵活度越高 那么你个人的资产 或者海外的一些这个资产 能够更多的这个流出 流进的话呢 那你就会不会有太多的这些 价值的上下的波动 很多的经济学家也提出这个看法 就是说中国政府应该允许这个 就是放松资本的控制 让中国国内的老百姓 有更多的一个投资渠道 投资海外 那这种意味之后就说 您是不是认为中国政府 应该放松它们目前的 这个资本项目的一个控制呢 中国过去非常担忧 有可能会有大量的资金 从这个边境涌入涌出 可能会造成资本的外逃 或者是对于经济造成这个不稳定性 他们对此呢非常关注 比如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当时在韩国 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呢 就受害于这种资本的这种流入流出 那么他们呢 经济非常不稳定 而且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所以中国呢 对此担忧是正确的 但是保护自己的方式呢 要确保你们有足够的这个储备 认为有良好的货币和货币的这个政策 中国的确有很好的货币和这个财政的政策 那现在他们的这个外汇储备呢 已经到了2.5万亿美元 所以呢 它是可以对抗这样的一种 不稳定性的这些因素的 所以我觉得的确是现在呢 对于中国来讲 如果能够逐渐的放松一些管制 让中国的公司和老百姓呢 能够将更多的人民币或者外汇呢 能够投资于海外 这是对符合中国的利益的 好 谈到这个刚才我们这个热钱的涌入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网友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一些问题 他说人民币缓慢的升级 会不会带来大量炒作的热钱涌入 来期待人民币能升级到位而套利呢 还有就是如果是一次性的升级到位 到它的市值 那么热钱就不会涌入炒作 你也知道就是在国内 就是人民币升值是以什么方式升值问题 这存在很多的辩论 有的人主张就应该一次性的升值 有的人就主张认为应该是缓慢的升值 您对这个网友的回复 缓慢升值它的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肯定知道说它会升值的话 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它能升到多高呢 如果它升5%到10% 我是一个欧洲的或者美国的投资人 我的储蓄利率或者我的基金只有1%的利率 或者买美国的国库券 只有1%